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家人都在这里 我的父母也在这里 我们该怎么办呢 当我们必须做出左或右的决定 而似乎没有上帝的明示时 我们会为那些我们无法知道的决定负责吗 如果我们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是否像迷宫一样 将后续的所有决定都搞砸了呢 如果嫁给了不该嫁的人 该怎么办呢 是选择左还是右呢 让我分享一个对我产生深刻影响的经文 以赛亚书30章21节 你或向左或向右 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 这是正路 要行在其间 这是正路 这是正路 注意 上帝的话是在你行走时出现的 但重要的并不一定是最初的决定 重要的不一定是你向左走 还是向右走 而是你在这条道路上如何行走 你向右走 非常棒 但是你在那条路上如何行走 当我还更年轻的时候 在校园基督徒团契时 我得到一个最好的忠告是 上帝从不为停泊的车转舵 你要做的是前进 让上帝引导你 走就是了 让上帝引导你 引导从来不是上帝子民的问题 他们的问题在于惰性 在于起初的动起来 那才是问题 耶稣说 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去 去吧 去哪里呢 去就是了 我会引导你 我想 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中 都渴望听到上帝的声音 或从他那里得到某种明确的指引的时刻 比如即将结婚 商业决策 职业选择 还是重大开销 我们都想要得到明确的指引 因为我们的决定真的很重要 我们做决定 然后这些决定又会回过头来影响我们 而我们在一生中面临着许多问题 比如 是否应该结婚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应该嫁给谁 我应该上大学吗 我已经有一份好工作 是否应该接受新的工作 还是继续留在目前的工作岗位上呢 当你在生活中做出重大选择 或选择一所大学时 有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确定上帝的旨意呢 你要记住 我们是凭着信心 而不是凭眼见的行走 我要说的是 很多时候在你做出选择之前 你不会获得百分之百的确信和信心 因为如果你百分百确信你的决定 那将意味着你不需要信心 我们向上帝祷告 等候主的引导 然后做出选择 一旦你已经为此祷告过了 检查了自己的动机 周围有智慧的人给了你指点 然后行动起来 去吧 让上帝引导你 然后做出呼求 然后充满信心的前进 我应该娶这个女孩吗 你爱她吗 她爱你吗 在神学 属灵和社交方面 你们是否有共同点 是否有合一的心 如果是的话 娶她吧 真言十八章二十二节说 得着嫌妻的 是得着好处 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 接受上帝作为他的孩子 给予你的婚姻特权 去娶她 你必须决断 你必须做出选择 继续前进 继续做出 你能够做出的最好的决定 然后把结果交给上帝 因为上帝的旨意 必然成就 即使你的决定 不是上帝的旨意 他也会纠正她 赎回她 并且仍然引导你 走向正确的道路 迈向你未来的命运 无论你走哪一条路 他永远不会离弃你 他希望你了解他的旨意 更胜于你自己希望了解的 人们未能按照上帝的旨意生活的原因之一 是他们不愿意迈出第一步 不要担心那些你无法解决的事情 上帝掌握着你的生活 我不知道这将如何发展 但我知道谁坐在宝座上 我知道谁引导着我们的脚步 我知道谁安排了我们的日子 我想我们经常忘记了 是他在掌管我们交托给他的人生 我希望做出好的决定 但我只是一个有限的人类 我看不到未来 但是我有一本圣经 我可以祷告 我有智慧的人在我身边 然后我有内心的平安 最后我要做的 就是去做并心靠主 我要相信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上帝都会策划我的生活 我最终会到达我应该去的地方 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不必纠结不已 气喘吁吁 或者控制身边的每个人和每件事 我不必为生活中的琐事过度担忧 我可以有信心 这位上帝会照顾一切 你知道吗 一旦你意识到 上帝掌管着你的生活 你就可以安心入睡了 我不一定喜欢所有的一切 我不一定理解一切 就像你一样 但我知道他在掌控 我也知道 没有任何受到撒旦驱动的人 甚至是撒旦本人 都不能阻止上帝 对你和我生命的目的 还有一点 即使你信靠上帝犯了个错误 如果你真的犯了个错误 上帝有最棒的方式来纠正那个错误 他知道你的内心 他知道你愿意去做他对你的要求 上帝比我们更了解 他要我们做的事情 有时是非常困难的 但问题是 你是否在倾听 再来 无论他对你说什么 你是否信靠他 他叫你做你就去做 他可以把你放在他想要你去的地方 他可以提前几年 安排你生活的所有细节 他可以打开看似紧闭的门 他可以除去阻碍你前进的任何障碍 他可以把你的选择 与他的计划结合起来 使你处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 他甚至可以从你的错误中带来好处 别忘了 他是我们的救赎者 他能够恢复一切事物 他可以将悲剧转化为对你的益处和他的荣耀 他只需要一个愿意的心 只需要一个愿意合作的人 这并不意味着你不必做艰难和困难的选择 你必须做 但他减轻了压力 因为这意味着你可以相信 上帝会接受你的决定和选择 并用他们来实现他在你生命中的旨意 十三十七篇二十三节说 一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 他的道路 耶和华也喜爱 即使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正在引导着你 把头靠在枕头上睡吧 你知道父亲就在那里 他负责并将掌管你的生活事物 如果他关上门并打开另一扇门 他只是在引导你 一切都会好的 上帝不会给你一张路线图 他对你的旨意并不是一张路线图 而是一种关系 当他带领以色列人穿越旷野时 他给了他们一张路线图吗 不 没有 那么他是如何引导他们的呢 他给了他们一根云柱和一根火柱 然后说跟着那个走 你只需要与我保持关系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希望有一张地图 告诉我们要从这里走这个方向 再走那个方向 然后最终到达那里 但上帝不会这样做 我很高兴他不这样做 因为朋友 那会让一切变得无趣 让一切兴奋荡然无存 如果我们知道 明天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他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另一种恐惧和忧虑 我很高兴 我们不知道 请听我说 朋友 不要害怕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旨意 不会带你去上帝的能力 无法保护你的地方 上帝的旨意 对你 对你的妻子 对你的孩子来说 是绝对最好的事情 请记住 了解在你此生中 上帝旨意的最好方法 就是立刻去做上帝的旨意 要操纵一艘不动的船 是很困难的 人们认为 如果上帝向我揭示他的秘密旨意 那将是多么好 实际上 那会更容易 那意味着 我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不需要做任何决定 我将永远无法成熟起来 你见过一个 从来没有做过决定的 十几岁青少年吗 无论他或如何看待自己 你会注意到 他变得多么不正常 多么不成熟 在基督徒的生活中也是一样 要培养一个孩子 你不会给他所有的答案 为他做出每一个选择 在最开始的时候 或许会这样 但在给予他们足够的指导和引导 足够的陪伴后 他们必须做出决定 这是他们成熟的一部分 亚当 耕种原地 克服他 使地上生长出果子 要怎么做呢 就是去做吧 上帝会在天起的凉风时 与你同在 去做吧 亚当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 野地走兽都起了名 起了什么名 就是什么 因此 如果要让一个孩子 茁壮成长 你在最开始的时候 给他们指导 然后放开他们的手 让他们选择 有时 他们必须经历 错误的选择来成长 上帝也让我们选择 我们希望孩子 寻求我们的指导 寻求我们的帮助吗 是的 但最终 孩子必须长大 所以 上帝让我们选择 这是他塑造一个荣耀而坚强的人的方式 一个寻求他指引 寻求他的看顾的人 成为一个成年人后 你才会意识到 做决定是多么有压力 但为什么你不得不做出决定呢 答案是 上帝希望你做决定 你看 上帝赐给你头脑 是为了你去使用的 上帝希望你去思考 上帝的旨意 就在你的两只耳朵中间 我渴望听到上帝的声音 或从他那里得到明确的指引 无论是关于我们的关系 比如即将结婚 商业决策 或是生活中的小事情 我们都想知道上帝的意愿 为什么在这里呢 你可能说不 那是自然主义的观点 你不应该使用你的思维 为什么你说 你不应该使用你的思维呢 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中 说我们有基督的心 你知道智慧是什么吗 智慧是从上帝的角度 看待生活 亲爱的朋友 当你祷告时 当你内心有圣灵 当你心中有上帝的话语 当你的生命 被上帝的超自然生命充满时 你将开始拥有智慧 知识是通过观察 与汲取获得的 但智慧是通过仰望上帝获得的 上帝将引导你 上帝将赐给你智慧 我不知道如何用其他方式向你解释 但这是超自然的 当一个人行在圣灵中时 他会说 我有基督的心 并且他毫不犹豫地信靠他心中的那一部分 那不是自然主义 那是超自然的 智慧不是眼圈周围湿润 心头温暖 而是把心思停留在上帝身上 满有上帝的话语被圣灵引导 真言四章十一节说 我以指教你走智慧的道 引导你行正直的路 上帝要以智慧引导你 圣经告诉我们要明智 我们不是被告知要神秘 要很玄 而是被告知要明智 上帝告诉你要圣洁 要明智 然后要信靠他 如果上帝直接向我们发送了来自天堂的消息 那会更容易 但如果那样的话 没有人会在基督里成长 没有人需要辨别上帝对他们生命的旨意 没有人需要做让上帝喜悦的决定 而上帝在我们生活中 是希望我们成长成熟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令人害怕 但请记住 他是我们的牧人 他应许要引领我们 指导我们 尽管主希望我们成长 认识和行他的旨意 他已经应许 他将与我们同在 引导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完全信靠他 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信靠他 而你此生 所做的最重要的决定 是接受耶稣基督 上帝之子 世界的救助 他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 留下了自己的宝血 为所有人带来了救恩 最重要的决定 就是亲自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和主 悔改你的罪 并把生命献给他 这是此生最重要的决定 上帝与他的子民 有多种不同的沟通方式 我们必须了解这些方式 以便按照上帝的旨意 在这世上行走和生活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 遵循上帝 并让他引导我们 是至关重要的 上帝使我们能够听到 他的声音 并让他引导我们 今天我要和你分享 上帝引导我们的不同方式 最后一种方式 可能会让你惊讶 第一 上帝会通过 他的话语指引你 你每次能够听到 来自上帝的 最主要的方式 和他如何引导你的方式 都是通过上帝的话语 提摩太后书三章 十六至十七节说 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 于教训 督则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教属上帝的人 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 十一节告诉我们 我口所出的话 也必如此 绝不突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 必然亨通 圣经记载了上帝对我们讲的话 包括所有 我们需要知道的 关于得救 和过基督徒生活的信息 彼得后书一章三至四节说 神的神能 已将一切 关于生命和前进的 是赐给我们 皆因我们认识 耐用自己荣耀 和美德照我们的主 因此 他已将又宝贵 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 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两千多年前 耶稣来到世上 为我们的罪和过犯而死 并在新约下 给了我们新的生命 在那个时候 我们没有机会 与他相遇 或听他的教导 但感谢上帝 今天我们有了圣经 通过圣经 我们有机会 直接从上帝那里学习 今天通过容易接触到的经文 我们可以直接获得 上帝给我所有人 没有经过息事的信息 多年来 直到今天 圣经一直是基督徒 在这个世界上的重要指南 他向我们展示 上帝希望我们做什么 同时希望我们 如何在这世上生活 并是奉他 最终引导我们 经历并度过 这个世界的生活 圣经包含了 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生活中 可能经历的一切的指导 圣灵和上帝的话语 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 主要指引 上帝的话语 对于任何情况 都有完美的指引 在这本书的一页 一页之间 有着永恒的生命 圣经是上帝的教科书 是人的生命 与生活指导手册 我们不应该 只是把圣经 当作一本 普通的教科书来看待 这本书拥有你从这个世界 进入永恒所需的一切 这是上帝指引我们 进入天堂的路线图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 天堂才是我们的家 当你开始阅读圣经时 你会看到一个明确的主题 告诉你 应该走哪一条路 使你能平安到达天堂 每当我想到天堂时 我的思绪会转向 约翰福音十四章 一至四节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 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 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圆市 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 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 到往那里去 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我往哪里去 你们知道 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我的朋友 你明白吗 耶稣已经回到天堂 为你预备了一个地方 现在你需要做你的那一部分 你需要研读圣经 因为在圣经中 你会找到耶稣 答案不在于一个男人身上 也不在于一个女人身上 不在于医生 不在于心理学家 不在于任何人身上 你所需要的一切 都在上帝的话语中 你是否在与罪斗争 你是否心碎 你是否迷失和被遗忘 你所面对的所有问题的答案 在上帝的话语中 在其中 你会找到耶稣基督 从创世纪一章 一直到启示录 你会找到他 他会引导你进入永生 你在人生中的一切问题 所需要的答案 在上帝的话语中 如果你厌倦了做出愚蠢的决定 如果你厌倦了后悔自己的决定 你可以在真言书中找到智慧 如果你厌倦了怀疑和不信 你可以在西伯来书中找到信心 如果你追求生命 你可以在马太福音 路加福音 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中找到 如果你追求圣灵 你可以在《使徒行传》中找到 圣经拥有你所需的一切 我鼓励你阅读上帝的话语 搜索圣经 在其中 你会找到耶稣基督 圣经鼓励我们 阅读上帝的话语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说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说 你们查考圣经 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在这本书中 你会找到耶稣 第二 上帝通过圣灵引导我们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说 但宝会师 就是福音我的名所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耶稣应许给我们圣灵 使他能够在我们的这一生中 引导我们 圣灵在耶稣升天后来到世上 自那时以来 他一直是我们信仰旅程中的终极之引 我们可以看到 圣灵在使徒的生活中的显现 他引导他们 向他们启示上帝的深奥秘密 教导他们一切需要做的事 即使到今天 圣灵仍然在引导上帝的子民 他仍然在我们中间 告诉我们该做什么 他住在我们里面 通过我们行动 引导我们 领导我们 他是我们与父的连接 向我们启示父的道路 启示父的旨意 当我们面临窘迫的生活境况时 我们应该学会 完全依靠圣灵的引导和帮助 亲爱的朋友 我们是多么需要圣灵 不仅需要他引导我们 也需要他安慰我们 你是否经历过心碎 你是否经历过痛苦 你是否经历过失望 你是否经历过生活的风暴 无论你经历了什么 你都需要圣灵 你当顺服他 向他敞开你的生命 想象一下上帝住在你里面 那是多么美好的事 让他进入你的生命 他会改变你的生命 你当顺服圣灵 第三个方式 是通过受圣灵影响的人的良心 关键词是受圣灵影响的 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说 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上帝创造了我们具有理性 使我们能够自己做出正确的决定 人类可以独立思考 这是他们有能力自主决定 有时候 我们不需要别人告诉我们 什么是好的或坏的 有些事情对我们来说 已经足够清楚 使我们自己能够做决定 因此 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良心来知道的 你不需要别人告诉你 偷窃和欺骗是错误的 大多数时候 我们陷入做坏事的困境 是因为我们拒绝使用我们的理性 拒绝听从我们的良心 通过与上帝的话语一致的环境迹象的引导 我们知道什么是对合作 这在《出埃及记》十三章二十一节中 有一个完美的例子 日间 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 夜间 在火柱中光照他们 使他们日夜都可以清早 摩西请求上帝与他们同行 穿越旷野 上帝通过白天的云柱和夜间的火柱 显示 他与他们同在 在生活中 有时候上帝向我们显示迹象 使我们明白 并按照他的旨意生活 但不幸的是 有时候我们太分心 而错过了迹象 然后我们以为以为 上帝没有与我们沟通 亲爱的朋友 上帝以不同的方式 引导他的子民 我们需要对他的灵感 引导和迹象敏感 上帝愿意引导你 但你需要积极努力地 首先寻求他 雅各书四章八节说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有罪的人 要洁净你们的手 心怀二意的人 要清洁你们的心 圣经的作者 上帝自己透过圣经 对我们内心说话 所以亲近神最基本的第一步 是从阅读圣经开始 让我们谨记三个读经要点 首先要每天读圣经 读圣经就像吃饭一样 每一天都是少不了的 如果没有每天读圣经的习惯 我们对上帝越来越冷淡 也会更加地远离上帝的话语 及他对我们所说的话 其次读圣经要系统全面 这是要求基督徒对圣经 有广泛又深入的理解 许多基督徒选择性读圣经 他们读新约而不读旧约 他们读容易的 不读他们认为困难的 基督徒对每一卷的圣经 要有深入的了解 对整本的圣经 也要有全面的认识 对于上帝的话语 没有足够认识很可怕 对圣经支离破碎的认识 更是可怕 很多基督徒对信仰的困惑 和不冷不热 以及异端的产生和盛情 常常是基督徒对圣经 没有足够认识所导致的 第三点 存着顺服和敬畏的心来读圣经 我们不能选择性相信圣经 圣经拥有绝对的权威性 它全部的话语 都是上帝的话语 不相信或者不顺从 其中任何的话语 就是不相信或者不顺从上帝自己 最后 上帝有时可能对人讲话 但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 频繁地发生 即使在圣经中 上帝讲话让人听到 也是特殊情况 而不常见 如果有人说 神对他们讲话了 你要把他们所说的 跟圣经比较 如果今天神对人讲话 那么他的话 会跟圣经完全吻合 上帝不会前后矛盾 如果你受到这篇信息的祝福 请考虑以赞助的方式 支持这事工 或请我们喝咖啡 你可以与需要这祷告祝福的朋友或家人 分享这视频 帮助我们接触更多的人 并传播福音 还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装备生命频道 以获取更多能够祝福你的视频 我们感激你的聆听 你是蒙福的 为要成为他人的祝福 愿荣耀归于上帝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与平安 与你同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